他们是前往最能喝的寡人兄弟 所有人见了都得称一身大哥 别人喝酒都是对瓶吹 他们喝酒是拿五升容浪的大水桶 酒量大到每次喝十来箱都只是开胃菜 一卡车甚至一油轮才是他们的底线 兄弟二人仅品27个喝酒作品 就在某平台疯狂戏粉800多万 走红后却被质疑是假喝 有说他们喝的是对了水的绿茶 也有人说他们是靠后期剪辑 为了自证清白 他们连续直播8小时喝了198瓶 自此一战风声 这对酒闷子兄弟的身体素质还真是一般的特殊 正常人每天喝这么多水都会出问题 可他们喝这么多啤酒却依旧安然无恙 这是他们每次喝酒前的口头禅 二哥一句擦大哥 另一人回忆一句 咋擦来上炕 坐下来略微寒孙几句后 就会立马进入战斗状态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两人就把家里存的酒都喝完了 但是还没喝过瘾 于是大哥便起身出去买酒了 酒卖回来后 二哥立马下楼去查看 结果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到了 真正一砍车的啤酒 不知道他还以为是要去哪儿送货呢 大哥正愁如何把酒搬回家时 急不可耐的二哥直接来一句 你以为一砍车的啤酒就是极限了吗 那这绝对是对大哥酒量的侮辱 这一次兄弟二人来到酒边喝酒 为此大哥还准备了满满一锅生蚝当下酒菜 从天黑喝到天亮周围都是酒瓶子 生蚝也吃完了 可两人还是没有喝尽性 别人是越喝越迷糊 他们则是越喝越清醒 后来大哥又起身去找酒了 转眼的功夫就听见他在邮轮上大喊 身后满满一邮轮的啤酒 这下足够兄弟二人喝一壶的了 除了邮轮和大卡车 他们还准备了只身飞机来运啤酒 去他们家从来不缺酒喝 就多到连下早的地方都快没了 有一次二哥喝得晕晕晕晕晕 想要进屋找个窗躺一下 结果家里到处都是酒箱子 就连床上也都摆得满满当当 喝酒已经成了他们生命中 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了 别人喝两斤说的是酒量 他们的两斤指的是瓶盖的重量 喝完一大卡车再喝一邮轮 再不行了家里酒窍藏着的红酒白酒 也都可以通通拿出来饮而尽 夏天到了想喝点冰镇的啤酒 可冰箱里放不下咋办 跟着大哥走就对了 他不会让你喝不尽性 之前大哥来到湖水旁边 使劲拉起一条绳子 所有的啤酒都浮出水面了 万万没想到大哥居然在水里面还藏了酒 真的是把爱喝酒这件事做到极致 有的人喝上两三香下来 就立马醉得不行人事了 有的人直接打120住进了医院 可他们喝多赏都没有任何事情 不过网友已经不在乎 他们是不是谦卑不醉了 而是他们的肚子 怎么能撞得下这么多酒水 实在令人好奇 随着两人在网络上越来越火 不少知医生也接种而至 有人说他们喝的啤酒没有一点白抹 不管是倒进油桶里科 还是倒进矿泉水桶里喝都没有磨 所以怀疑他们喝的根本不是啤酒 而是对了水的绿茶 还有人认为他们并不是真的能喝 而是靠后期剪辑呈现出来的效果 为了证实他们确实有着惊人的酒量 兄弟二人二话没说开启直播 连播八个小时 喝了八个小时 整整198瓶一口都没剩 喝到直播间被封禁 之后二人又转着另一个平台继续直播喝 喝了整整四个小时 看他们如此拼命 自此也便再没有人怀疑他们是假喝了 看他们每天都喝这么多 网友们都忍不住调侃 大哥的血型是雪花 二哥的血型是倾倒 关于二人为何这么喜欢喝酒 还得从二哥的一段情史说起 几年前二哥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结果女友却把二哥辛苦攒的钱全部卷走了 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伤心难过的二哥每天借酒消愁 大哥原本有妻子 后来也离婚成了单身汉 兄弟二人也算同病相怜 于是每天在跨谈人生喝酒 时间长了酒当也就练出来了 不过喝酒确实是伤身 还希望他们能适可而止 不要为了赚钱博眼球 把自己的命打进去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